許多監獄都開設了教育課程 協助受刑人來充實自己 將來重新融入社會 美國伊利諾州的監獄 更在全美前十大的名校 西北大學的合作之下 栽培出全國第一批十六名 拿到頂級大學畢業證書的受刑人 這是一場前所未見的畢業典禮 伊利諾州斯泰特維爾監獄十六名 受刑人穿上學士袍 驕傲地領取全美前十大名校 西北大學的畢業證書 其中五十一歲的布羅德維 一邊苦讀一邊對抗攝護腺癌 四期的病魔仍然完成學業 因為健康問題無法探監的母親 也坐在臺下將近二十年沒見的母子相擁而泣 另一位受刑人所托 則立志繼續攻讀法學院 同期的畢業生也有人 打算在進修 他們重拾自信心 希望出獄之後自己也能回到正軌 改變世界 一手推動這項西北大學監獄教育計畫的 雷琪教授非常感動 西北大學是全美唯一在監獄提供正規學士學位教育的頂級大學 目前伊利諾州兩所監獄共有大約一百名受刑人正在就讀 當中不乏眾刑犯 布羅德維的刑期要到二零八四年 他說如果有機會提前出獄 想創辦一個非營利組織 幫助年輕人追求藝術 體育和音樂的夢想 公視新聞是會中別議